一只小猪在大街上玩耍 突然被几个小男孩抱了起来 男孩晃了晃小猪 好像听见有硬币碰撞的声音 就一把把猪摔在了地上 正好此时被一个黑人发现 黑人把碎片都捡了回去 他决定要把小猪复原 等到贴好最后一块碎片的时候 小猪居然晃了晃脑袋复活了 男人看到后一脸蒙圈 他帮小猪洗了热水澡 他把钱都存了进去 没事的时候就带着小猪逛街 可小猪还是想找回原来的主人 原来他两天前和主人意外走散 在陌生的城市里经常迷路 还遇到了很多困难 被小男孩摔成了渣渣 如果没有黑人的及时帮助 小猪可能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天黑人看到一个寻猪骑士 照片上正是自己救的小猪 他抱着小猪来到上面的地址 结果小猪高兴的跳下去 快速的跑到原来的主人身边 一家人终于团聚 尽管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不美好 可在这破烂的世界中 总有人缝缝补补 一切总会回到最初的美好 这个娃娃是超人的孩子 不仅能变成巨人 还能羞的一下变成蚂蚁一样的大小 除了能随意改变身体大小 超人娃娃还能变成一个水娃 时不时的还能变成烟雾 娃娃相当的喜欢恶搞 阿姨抱他时 他突然就变成纯金的铁娃 还经常从眼睛里发出激光 宝物质射的到处都是洞 阿姨刚要拦住他 结果娃娃就变成了火娃 不停的在地上到处转 所有人都不敢上前 一直到了晚上娃娃才停了下来 而超人之所以把娃娃交给阿姨抚养 是因为自己忙着拯救世界 让阿姨帮忙带一下 可娃娃相当的调皮 不停的捉弄阿姨 阿姨刚给他打开电视 娃娃就直接变成了两个人 接着两个变四个 四个变八个 一瞬间 房间里到处都是超人的娃娃 阿姨看见后也是一脸懵圈 直接每个娃娃都在房间里不停捣乱 就在这时 阿姨想到了一个办法 她拿出一盒饼干引一娃娃 终于有了效果 可一转身阿姨发现 饼干给的太少 根本不够娃娃们分 于是阿姨愤怒的命令娃娃 想要吃饼干就必须全部合体 结果就直接激怒了娃娃 让娃娃变成了一个绿色的红怪兽 阿姨只好躲进透明的安全屋里 娃娃气的变成了火娃 在房间里肆意的捣乱 两年后终于累的没了力气 倒在地上睡着了 于是阿姨赶紧把她放在床上 自己给娃娃做了一套防护服 娃娃穿上后 马上就控制住了她的超能力 第二天 超能来接孩子回家 阿姨刚会首告别 结果一转身 娃娃又出现在了阿姨身旁 男人的家具是活人做的 就连椅子都是活人趴在地上苦苦支撑 可他们却一点都不敢反抗 因为一旦反抗就会失去这份工作 所以只能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 接着男人去厕所刮胡子 后面也刚好是一个活人 举着镜子一动都不敢动 随后男人舒服的享受完早餐 取下人型衣架上的衣服 和用人嘴里叼着的钥匙出了门 为了上班不迟到 男人打了一辆出租车 我的天哪 就连出租车都是活人假扮 背着乘客一路小跑 更奇怪的是 路口的红绿灯都是活人 红色衣服代表红灯 绿色衣服代表绿灯 男人眼看快要迟到 示意司机跑快一点 这个世界只要你付钱 就有无数人等着为你服务 按下按钮 电梯缓缓上升 还以为电梯是用电的 没想到旁边一个 重大千斤的胖子落了下来 才把电梯拉了上去 电梯里的同事十分冷漠 互相之间不说一句话 这时男人到达了顶楼 他先把衣服和公文包放进衣柜 里面不出意外的也是活人溢架 接着男人走到办公室前 缓缓的跪在地上爬了下去 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 一双脚直接踩在男人身上 还蹭了蹭脚底的灰 然后推门进了老板办公室 原来男人的工作只是老板门口的脚垫 他也只是服务别人的活人工具 虽然自己在家里雇佣着其他人为他服务 可在更高阶级面前 男人也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这是一个万能的盲盒开关 只要用手扒拉一下 房间里就会随机出现一件物品 而这个仅有2000平米的房间内 足足有2万个开关 这个穿着大骂卸定款衣服的男人 如果不找出隐藏在门里的开关 就会被关上10年 长发男人名料短毛 他随机选择了一个开关按下 这味道可真够酸爽 于是他开始着个扒拉开关 出来的却都是一些没用的东西 开了10天后 短毛已经放弃了 他随手拿起一个球扔了出去 结果却弹出一份寿司 可是没有芥末酱的寿司是没有灵魂的 短毛继续扒拉了几下 出来的也全部都是寿司 他安得是单独了 这个开关只能出寿司 可就在吃饱以后 墙上弹出了一瓶芥末酱 吃饱喝足后 短毛躺下休息 无聊的他又按下一个开关 墙面里弹出一副3D眼镜 他戴上眼镜四处看 突然发现墙上有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的手指着一个开关 短毛兴奋起来 难道这事隐藏彩蛋 短毛马上按下指示的开关 结果房间全都变暗了 墙上的开关也都陷入墙面 接着房顶出现一个形如屁股的巨大物体 随后 短毛无聊的开始看漫画虚度光影 他想看第六集时 强力却弹出第七集 接着又弹出第八集 第六集就是不出现 就在他按下最后一个开关时 一扇大门出现了 短毛被困在满式开关的房间 只有按对其中一个开关 才能找到出去的门 不然就会被随机事件折磨十年 终于他视到了最后一个按钮 身后出现一扇门 他马上百米充斥的跑过去 可门却在他跑来前关上了 于是他又按下开关 这次加快了跑步速度 可还是差那么一奶奶 这一次他按下开关不松 门却一直开着 短毛找到了规律 只要开关按下 门就会一直打开 于是他拿着跳绳绑住开关 试图离门近一点 依然还差那么一奶奶 短毛找来小推车 按下开关用香港脚一蹬 这速度还没有跑步快 最后短毛拨来一个花盆 可是花盆自塞重量太小 还不足以彻底按住开关 于是他小脑袋挂一转圈 想到把花盆接满水 这重量不就够了 随后短毛按下水龙头开关 可是水却只浇到他头上 无论他怎么接 花盆里的水连浇花都不够 于是他马上又想到铺兰臂 用之前的寿司塞满花瓶不就够了 短毛是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人 他疯狂的按着开关 不一会儿 寿司就装满了花瓶 可他发现装多了 自己这瘦马干净的身材 根本抱不动 只能把寿司抠出来一点 可是瓶口又太窄 瘦伸不进去 不过还好有筷子 好不容易把花盆搬到开关前 他又忘了是哪个开关了 短毛之后一个个是 结果出来了一个布莱克妹 布莱克妹一脚踢中花瓶 花盆在短毛眼前就这么碎了 这把短毛给弃 抓起寿司就往开关上吼 由于糯米的粘性 开关暂时被粘住了 短毛马上向门冲刺 结果 又过去了五天 短毛无意间开出一根档上 于是他有了新的想法 短毛被困在盲盒屋里已经二十天 他终于找到了出去的方法 那就是盪鞦签 他按下主管门的开关 然后抓住绳子 当了一个还没我儿子好的鞦签 不过还好赶在门关前抵达了 短毛进门以后才发现 内门是锁住的 而眼看大门就要关闭 他只好赶紧出去 不然就被困在里面了 短毛好不容易进门 却还来这一出 他踢得对的墙就是一角 结果悟出了藏有钥匙的开关 可当他走过去拿的时候 钥匙消失了 他明白了 想要拿到钥匙还得用奇招 于是他再次抓住绳子 按下开关 之后又当了一个 还没我女儿好的鞦签 结果距离还差那么一奶奶 于是他又拿了一个爸爸驱逝器 成功的拿到了钥匙 他把钥匙插进门 结果还是没开 一抬头他才发现 门上居然还有一个密码锁 短毛是个稳重的人 他无意中碰到一个开关 突然从墙里跑出一个布莱克妹 布莱克妹后脑上写了三个处字 短毛猜测这就是密码 于是他再次来到门前 输入密码打开了门 可就在这时外门已经关上 内门却还没完全打开 短毛被卡住了 进不来出不去 他开始后悔为什么要折腾 在盲盒屋里 要吃有吃 要穿有穿 无忧物理过一辈子也不错 可现在是彻底凉凉了 就在短毛快要崩溃时 可小脑袋瓜一转圈 盲盒屋不能用常理理解 于是他把门往里一推 果然是个推拉门 影天到此短毛终于逃了出去 我总结一下啊 短毛被困盲何物 有吃有喝不忧愁 无意找到逃脱地 靠着智慧把命救 我是理智 爱我你就关注我 谢谢